不停转 这是挑战人类极限的冲顶之力 但是成功的意义却远远不值得其 因为这更是没有硝烟的领土忏悔之战 第一次登比主攻是在古国最艰难的时刻 中国登山队员扛起了国家使命 第二次登比主攻是中国攀登政府的延续与传传 全体中国登山队员以血肉出去 扩量出中国高度 证明了中国高度 向祖国报告 中国登山队自北国登山队自北国登山队成功 世界最高峰有了中国高度 向祖国报告 中国登山队登山队登山队成功 祖国万岁 祖国万岁 我叫杨光 于学院毕业以后便加入了登山队 我可 大家好 我是演员胡歌 出生于1982年 我是表演艺术 为一生的实验 追梦之日 初心不改 后来